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文社的相声演员张云雷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北岛先生的诗 我们每天早晨的太阳 小草柔软的手臂拖起太阳 不同肤色的人走向你 灰尘光芒 你像钟一样敲响 震落了山顶的积雪 皱纹生动颤抖的恐惧和忧伤 心灵不再躲到幕幕后面 书打开窗户 让群鸟自由地飞翔 老树不再大汗 不再用哭疼缠住孩子那灵活的小腿 少女们从沐浴中归来 拖曳着星星和辽阔的月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声音 爱情和愿望 雾里在噩梦中的冰山 在早晨消融 从残留的夜色中 人们领走了各自的影子 让沉重的记忆在脚下 在行走中渐渐消失 手臂和手臂相连的地平线上 每个故事有了新的开始 那就开始吧 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